餐桌上必备的27道美食 好吃到剁脚 第一道 我真受不了 很多人做红烧猪脚 第一步就选择焯水 这样子是错误的 做出来的猪脚毛腥味很重 一点也不好吃 正确的方法是 一定要用火烧一下 把它的汗咸破坏掉 腥味能够少很多 然后再用我的钢丝球搓洗干净 砍成坨坨 凉水下锅 放姜片米酒去腥 然后煮出血沫 捞出冲洗干净 切记一定要用热水清洗 这样子鸡脚的营养才不会流失 控干水分后再倒入锅中 加姜片干辣椒八角 开中大火煸炒 先煸干水分 再炒至表皮微焦 这才是猪脚吃起来香而不腻的关键 放一勺米酒激发出香味 关键点来了 加一袋红烧料就能解决 这道菜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再也不用担心不会炒糖色 自己在家连红烧猪脚都不敢做了 加半罐啤酒和适量的清水没过猪脚 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把猪脚完全炖烂之后 再放点辣椒蒜苗 这样做的猪脚软烂入味 肥而不腻 你要是再没学会 我就要拿着猪脚坐飞机去你家 教你怎么做 第二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以后做红烧肉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炖 那就是大错 今天教你一招 做出来的红烧肉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切好的五花肉放在盐水里浸泡十分钟 这样可以有效地泡出杂质和脏东西 而且口感会变得更软 起锅不放油 直接放入五花肉煸炒 炒到八面金黄 把多余的牛油炒出来 这才是红烧肉肥而不腻的关键 多余的油可以留着炒青菜 然后放葱姜八角干辣椒 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小火翻炒至上色 加一罐去年喝剩的啤酒去心解密 有条件加满长江水没过牛肉 盖上盖子小火炖五十九分钟 在大火收浓汤汁即可出锅 就是这么简单 赶快去做吧 第三道 很多人在家做糖醋排骨 又老又硬还塞牙 今天这个做法 就算你从来没有下过厨房 也能轻松搞定 首先清水里放一勺盐 放入剁好的排骨 给它浸泡半小时的淡盐水 这样可以有效把排骨里面的血水 泡出来再清洗干净 锅中油热 倒入五块一斤的排骨 开大火煸炒 炒至八面金黄 放葱姜一个八角 一大勺冰糖 一勺陈醋 一勺生抽 给它炒至上色 倒入适量的开水 盖上盖子 小火煮三十分钟 在大火收汁 然后撒上白芝麻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糖醋排骨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夸你是大厨 第四道 在沿海城市吃了三十年海鲜 才发现盐菊才是最好吃的做法 不加一滴水 就能尝到鲜味不流失的美味 锅中倒入五块钱大虾 食堂捞的花螺 两块钱花甲 爱跑步的螃蟹 再加葱姜 大勺八二年的料酒一袋 调好味道的盐菊粉 扣上盖 给它来个爱的魔力转圈前 开小火焗个十分钟 这样做的盐菊海鲜鲜香美味 想吃什么焗什么 是不是很简单 快去做起来吧 第五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年夜饭的餐厨 尚不能全是大鱼大肉 做一道凉拌黄瓜吧 清脆爽口 好吃还不腻 首先黄瓜去头去尾 用尽浑身的力气给它拍扁 摆成大一点的小块 锅里水开 倒入腐竹和木耳 烫个一分钟 捞出来放在碗里 然后加蒜末 小米辣 十八粒花生米 一把香菜 这是大厨根据比例调制好的 给它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始 这样做的凉拌黄瓜 可比大鱼大肉好吃多了 你也快去做起来吧 第六道 春天是吃螺丝的季节 我听老年人说 名前罗赛老鹅 就是说清明前后的螺丝 肉质非常的肥美 你一定要记住了 即使螺丝减去了尾巴 还是要加点盐和食用油搅匀 浸泡半小时 水开加一勺料酒 倒入洗净的螺丝 焯烫一分钟 然后捞出 用清水再洗一遍 这时候你们可以张大嘴 看看螺丝帽 是不是全都脱落了 这样在烧的时候 就很容易入味了 锅中油热 放一点腊肉丁 炒出腊肉里面的牛油 加入葱姜蒜炒出香味 再倒一碗长姜水 好吃的关键就是 加一包调制好的 金酸汤调味酱 其刀开后倒入螺丝 煮个两分钟 然后关火再泡十分钟 这样螺丝肉才能入味 又不会老 这样做的螺丝酸辣开胃 越吃越想吃 告诉我你学会了吗 第七道 很多人在家做菠萝骨 老肉直接就下锅炸 那样做出来又老又柴 一点也不好吃 今天我把详细方法分享出来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都抢着吃 首先菠萝切成厚片 里脊肉切成大大的小块 加一勺盐 适量的葱姜水去腥 顺着一个方向抓拌两分钟 看里面葱姜水被吸收了 而且表面呈粘稠状了 这时候加一个鸡蛋黄 一勺干淀粉 抓拌均匀 切记 抓匀之后 一定要再次加一勺干淀粉 这样肉的表面 就能均匀地裹住一层粉 炸的时候 就不会粘连在一起 然后五成油温下锅炸开 小火慢慢地炸个五分钟左右 看表面金黄酥脆了 即可捞出备用 不用洗锅 下入菠萝 把菠萝的香味煸炒出来 再加入一包调制好的糖醋汁 倒入炸好的里脊肉 18粒青豆 淋一点炸肉的热油 大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外酥里嫩 酸甜可口 最后告诉我 你学会了吗 第八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要是想吃回锅肉了 你就按照我这个方法做 不需要你有什么厨艺 就能轻松做出酒店大厨的味道 做回锅肉 一定要选择这种 没谈过恋爱的猪五花 因为它有肥有瘦 才好吃 然后冷水下锅 加葱姜料酒 盖上盖子煮20分钟 用筷子轻松插进去就可以了 放凉后 切成厚厚的薄片 两药菜炒出来好吃不发黄 大蒜根部拍两下 切成小段 分开放入碗中 起锅先放一勺油 烧至微微冒烟再倒出来 再把切好的肉片倒进去 这样一点也不粘锅了 开小火慢慢地煸炒出牛油 这样吃起来才肥而不腻 接着加入葱姜末炒出香味 这个调制好的回锅肉专用酱 其然后先下入青蒜干子 炒至断生 再倒入青蒜叶子 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鲜香下饭 肥而不腻 快点去做起来吧 第九道 很多人把这种粉条买回来 不是烧汤就是炒 都吃腻了 今天教你们一个蚂蚁上述的做法 口感浸道 非常的好吃 首先粉条切记要用凉水浸泡两小时 这样吃起来口感才浸到Q弹 锅中先加一勺油 给它烧至微微冒烟 再倒出来 重新加一点凉油 加入五毛钱的肉末 你们看是不是一点也不沾锅 炒变色后加入葱姜蒜 用右手煸出香味 然后加入一勺豆瓣酱炒香 炒出红油 接着加一碗长姜水调味 加蚝油生抽提鲜 老抽上色 鸡精白糖和十三香 盐就不要放了 豆瓣酱和生抽老抽都有咸味的 放入泡好的粉条 开小火煮两分钟 看汤汁快收干了 再加点青红椒圈搭配颜色 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粉条以后跟我这样做 不粘锅不成坨 软糯劲道 还非常的下饭 最后告诉我 你学会了吗 第十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东吃萝卜下吃姜 跟我做的腌萝卜适试 清脆甘甜又酸爽 比大鱼大肉还要好吃 大白萝卜一开两半 切成厚薄均匀的薄片垫好 往里加一勺盐 一勺糖 这是腌制萝卜 爽脆不苦涩的根件 抓匀腌制半个小时 杀出多余的水分 千万别去清洗 把水分挤干 这样吃到来年都不滑 接着加姜蒜片 青红椒花椒 用250度热油 抢香 9块93袋 其他任何调味料 不需要放了 抓拌均匀 腌制半个小时 就可以开始 酸辣爽口 还带有一丝甘甜 真的太好 第十一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炸萝卜怎样做 才能又酥又脆 到底是用面粉 还是用淀粉 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今天用我这个方法 放凉了也不会软 首先莲藕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准备点瘦肉 剁成细一点的末 剁好放葱 姜、盐、鸡精、胡椒粉、生抽 再来一勺土豆淀粉 搅拌均匀 肉馅就调好了 取一点肉 放在藕片中间 压成藕饼 藕夹的胚子就做好了 倒入小酥肉粉 加适量的水 调成这种拉丝状 加点食用油 炸出来更加蓬松 再放入提前做好的藕夹 均匀的裹上面糊 六成油温下锅炸 一定要开小火慢炸 炸至金黄酥脆即可捞出 这样做的藕夹做法简单 酥酥脆脆 一口一个 大人小孩都非常爱吃 你也快去做起来吧 第十二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天气太热 不知道吃什么下饭菜 那你要认真学会 今天这个外婆菜做法 哪怕你没有厨艺 也能轻松搞定 锅里水开 倒入姜豆 加一勺盐和油 这样可以保持姜豆翠绿不变色 煮两分钟左右捞出 锅里油热 倒入打好的公鸡蛋 给它炒熟炒散 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 葱姜蒜小米椒 下锅炒出香辣味 然后倒入这种外婆菜 再加入姜豆 炒好的公鸡蛋 再沿锅边来全生抽体鲜 大火快速翻炒入味 即可出锅 这样做出来的外婆菜炒豆角 真的很下饭 一点也不油腻 快点去做吧 第十三道 很多人把这种蒜苔捡回家 直接就扔掉了 不知道怎么吃 你可以像我这样做 真的太下饭了 首先把蒜苔跟白玉菇 分别切成段 锅中水开 把咕咕倒入锅里 焯烫两分钟就可以 捞出备用 另起锅油热 倒入四个鸡蛋炒熟 炒成大块 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 爆香葱姜蒜 然后放入咕咕炒熟的鸡蛋调味 加盐鸡精 一勺生抽提鲜 大火快速翻炒入味 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下饭 赶紧去做吧 第十四道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平时不怎么爱吃蔬菜 那你就做这道白酌西兰花吧 简单方便 还有营养 全家都爱吃 锅中水开加盐和食用油 下入西兰花 烫个三十秒 捞出来整齐摆放在碗里面 用盘子倒扣过来 老公喜欢的造型就摆好了 放点葱丝 红椒丝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加入白酌汁 这样做的白酌西兰花 是不是非常简单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十五道 今天我教你一招 在家也可以成为烤肉大师 再也不用担心老公 蹦迪蹦到半夜 回来没有东西吃了 十八块的牛肉 切成薄片 加生抽 姜葱水和半个蛋清 一大勺烤肉蘸料 再来一勺生粉 抓拌均匀 腌制三十分钟 锅中油热 下锅煎至两面金黄 哇实在是太香了 赶紧安排吧 用同样的方法 我还做了烤五花肉 学会了赶紧在家露一手吧 第十六道 马上就要登天了 同行们不要拦着我 今天我一定要把毛削望 究竟要怎么样做才好吃 的秘密曝光出来 锅中烧水 加盐下豆芽煮至八成熟捞出 接着依次下入猪血 还有屏幕上面的食材 焯水捞出 起锅烧油 放姜蒜豆瓣酱火锅底料 辣椒粉 干椒麻椒一起小火炒出红油 加开水煮两分钟 然后出料渣丢掉 然后出料渣丢掉 再下入超好水的食材 加十三香鸡精调味 煮两分钟入味后倒出装盘 接着我们用右手放上干辣椒 花椒和姜蒜 最后淋上热油 出锅了实在是太香了 千万不要告诉我的同行们 是我把你教会的 感谢您了 天气慢慢地变凉了 自己在家里面做一锅卤菜 看电视看直播的时候吃吧 砂锅中放入超好水的鸡翅鸡爪 鸭针和两块钱的五花肉 孩子们爱吃的鸩唇蛋和豆腐 放姜葱 干辣椒 再放一包含有十种天然香料的卤料包 多放点盐 冰糖 两粒生抽 老抽加开水 没过食材 最少焖煮半个小时 然后关火再浸泡两个小时 这样味道会更佳 这样做的卤菜实在是太香了 赶紧试试吧 第十八道 兄弟姐妹们 您在家里做豆腐 是不是不入味不好吃 有的时候一斤还斤倒稀巴烂 今天我来教会你 首先我们把正斤的豆腐 切成像我这样的三角形 锅中油热下豆腐煎 拼命地煎 煎至两面金黄 再放蒜蓉 生抽 老抽 爆出香味 然后加一丢丢水去煮它 煮的时候呢 我们放点盐 青红辣椒末 然后一起去煮两分钟 最后我们淋入水淀粉勾芡 使汤汁变得浓稠 更加的入味 再撒上八十八根韭菜 一道有灵魂的家常豆腐就做好了 您学会了吗 第十九道 马上就要冬天了 吃萝卜的季节又来了 今天分享一个开胃泡萝卜做法 准备一条正经的萝卜 用我的内功一分为四 切成夹刀片子 加盐抓一下 腌制三十分钟 杀出它的水分 然后加水洗掉多余的盐分 再用手挤干水分 趁旁边没人的时候 我们放姜蒜 小米辣 泡椒和泡椒水 少加盐多放点白糖 最后加点红醋 没过胡萝卜 腌制二十四小时入味 就可以吃了 这样做的萝卜 吃起来特别开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炒粉 这个炒粉呢 人人都爱吃 我呢 都是从小吃到大的 究竟怎么样做才好吃呢 首先准备像我这样的干粉丝 一定要加温水泡软 这样出来的粉丝口感才会更好 锅中油热了 然后我们一起下两个蛋 把它炒散 吃炒粉了 一定要放点豆芽下去爆炒 再把粉丝倒进去 加盐十三香 生抽老抽 多辣椒 你不喜欢吃辣的 可以不放 这个时候是关键 一定要把家里面的火 开到最大 拼命地爆炒爆炒 炒出它的锅器 最后放六十六里丛花 同样是开最大的火 翻炒均匀出锅 第二十一道 又到吃苦瓜的季节了 像我这么做 家里米饭又要遭殃了 苦瓜一分为四 像我这样切片 千万不要切到自己脚了 锅中水开 加盐和油 再把苦瓜倒进去 煮三十秒捞出 这样煮出来的苦瓜 特别的翠绿 锅留底油 放蒜超市买的豆豉鲫鱼 爆炒出香味 把苦瓜丢进去 加少许白糖 生抽蚝油 炒啊炒啊 一直翻炒 一直炒到隔壁都闻到香味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苦瓜 超级超级下饭 不信你就试一试吧 第二十二道 告诉你啊 以后豆芽买回来 你就像我这么做 好吃又下饭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锅烧油热 下入三毛钱的五花肉 小火慢慢地翻炒 把它的油脂炒出来 下入葱姜蒜 小米辣 把它的香味炒出来 然后倒入一小包 这个家常菜小炒酱 放入豆芽 快速地翻炒 两分钟左右 再放入韭菜 大火翻炒 均匀就可以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做的炒豆芽非常下饭 你也去做起来吧 第二十三道 正是吃梭子蟹的季节 学会这道咸蛋黄菊梭梭梭梭 咸香味美 好吃到舔手指 先将二十美斤的梭子蟹去壳后 对半剪开 然后均匀地撒点生粉 油热下锅 开中小火拼命地煎 煎至金黄酥脆后 捞出备用 锅留底油 倒入两勺咸蛋黄酱 小火炒至冒泡后 倒入螃蟹翻炒几下 让咸蛋黄的香味 充分地包裹着螃蟹的鲜味 好吃到舔手指